大家好,欢迎你来到小瓜Chinese 今天我请到了我的一位朋友 他也是一个中文老师 他的频道叫做LazyChinese 欢迎苏青 欢迎 哈喽,大家好 对,我叫苏青 我的频道叫LazyChinese 今天我们做什么? 今天我要问你关于西班牙的问题 看你知不知道 因为我以前住在西班牙 我在西班牙住了七年 OK 好,但是苏青没有 你去过西班牙吗? 没有 没有去过西班牙 OK 好,那我要开始问你一些 关于西班牙的问题 嗯,期待 好 好,第一题 西班牙人吃晚饭的时间是晚上八点半 对吗? 对 为什么? 因为西班牙人要午睡 然后呢,他们很晚开始吃晚饭 因为西班牙人喜欢吃很多很多好吃的东西 西班牙吃晚饭的时间不是八点半 是晚上九点半到十一点 等一下 所以在西班牙,如果一个人八点半吃晚饭 那是违法吗? 不是,是有一点点早 所以一般人会在九点以后 很多人九点半吃晚饭 好的 我以为八点半已经很晚了 所以我说对 OK,我明白了 所以我,我故意的 我 好,第二个 西班牙,它是一个不是非常大的国家 但是西班牙也有一些很棒的发明 嗯 下面有三个东西 有两个是西班牙发明的 有一个不是 好 A,耳机 耳机 嗯 B,拖把 拖把 嗯 家很脏了 我们用拖把 水 拖把 嗯 三 水桶 嗯,好 我觉得水桶不是西班牙的发明 那你觉得是中国的发明,是不是? 不是,我觉得水桶是全世界所有人的发明 好,你觉得水桶不是,对,OK 不是很厉害的发明 你确定吗? 嗯,我确定 西班牙的发明 第一个是拖把 嗯 第二个是水桶 我错了 好的 对不起西班牙人 水桶是很厉害的发明 对不起 很重要的东西 耳机不是西班牙发明的 耳机是我想出来的 嗯 不是西班牙的 啊 OK 我要找一找 我要 我要找一找 我要看看 中国 中国是不是在更早的时候发明了水桶 好,中国人都觉得什么都是中国发明的 有可能水桶也是我们的 啊 第三个 嗯 第三个就是 首先你对西班牙人的印象 你觉得他们的思想开放吗? 嗯,对 对 在我的印象里他们是比较开放的 好的 好 那有一些人呢 对 像素卿觉得西班牙非常开放 可以聊很开放的话题 嗯 但是有一些人觉得西班牙人是有一点大男子主义 哦 对 这个我也觉得 有一个有这个macho 有个这个词 嗯 然后呢 那同性婚姻 就是同性恋 男人跟男人 女人跟女人结婚 在欧洲 很多国家 有同性婚姻 嗯 支持同性婚姻 我们说西班牙是欧洲第一个 有同性婚姻的国家 对不对 不对 为什么 嗯 因为我有一个西班牙的朋友 他是一个男同性恋 然后呢 他来了悉尼 所以呢 可能 在澳大利亚 嗯 同性恋结婚更方便 所以他来到悉尼 这个他告诉你的还是你想的 我猜的 你猜的 好 嗯 你要我告诉你答案吗 嗯 你确定 不是第一个 不是 苏清 西班牙是 第一个支持同性婚姻的 嗯 而且西班牙是世界上第一个 哇哦 对 所以是一个非常支持同性婚姻的国家 厉害厉害厉害 嗯 好的 现在 问了苏清三个问题 他都说错了 我们看他还要错几个 嗯 今天 今天我的目标 嗯 我的目标是全错 我觉得全对和全错都很难 加油 你的目标是全错 嗯 很好 西班牙有一道菜 很好吃 很有名 叫海鲜饭 嗯 对 好 苏清你吃过吗 我做过 我自己做过 对 哇 好 那海鲜饭呢 有很多种 嗯 我要问你的是一开始的第一个 就是第一种 海鲜饭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 嗯 好 他有一些食材 你要用到的东西 我给你四个选择 四个选择 有一些是有的 有一些没有 你要告诉我 第一个海鲜饭没有什么 嗯 好 A 豆子 嗯 B 兔肉 C 虾 D 章鱼 你的问题好难呀 好多的细节 我真的不知道 呃 我想一想啊 嗯 嗯 猜一个吧 兔肉 我给你一个提示 嗯 有两个东西没有 哦两个东西没有 好的 我想一想 呃 OK那我改一下我的答案 我觉得是虾和章鱼 哦 所以没有海鲜 嗯 对 OK 所以肃清想说 海鲜饭一开始没有海鲜 对 好 好 你确定吗 嗯 确定 很厉害的答案 不管是对的还是错的 我觉得肃清很厉害 好 海鲜饭一开始的海鲜饭没有虾和章鱼 等一下 但是现在我知道为什么你给我那个提示 嗯 为什么有两个东西是没有的 然后呢你就找一找啊这两个都是海鲜 所以应该这两个都没有 嗯 对 好 呃 海鲜饭一开始是在瓦伦西亚 嗯 我在瓦伦西亚住了一年半 嗯 对 很多海鲜饭 呃 它叫巴耶亚 是没有海鲜的 嗯 是 豆子 鸡肉 兔肉 基本上是这样 嗯 所以那个海鲜饭叫海鲜饭 是因为翻译的错误还是什么 我们把它翻译成海鲜饭 嗯 因为在别的地方 呃 比如说巴塞罗那 他们放了虾 章鱼 对 所以很有名 大家说 哦 这是饭和海鲜 这个中国人叫海鲜饭 哦 哦 OK 所以是因为 嗯 最有名的巴耶亚是有海鲜的 所以在中文变成了海鲜饭 对吗 对对对 啊 OK 明白 好的 好 最后一个问题 好 西班牙不是一个基督教国家 西班牙不是一个基督教国家 我对宗教不太懂 嗯 西班牙不是一个基督教国家 嗯 嗯 OK 我猜是错的 我觉得西班牙是一个基督教国家 这个问题 西班牙有很多人 你问他 哎 你有宗教吗 他可能会说有 嗯 那是什么宗教呢 他也会说基督教 嗯 但是西班牙官方是一个无宗教的国家 嗯 所以很多西班牙人是基督教徒 对 但是但是西班牙它不是一个宗教国家 对不对 OK OK 明白 很多西班牙人觉得我们可能是基督教国家 嗯 但是 哦 OK 我以为西班牙是一个基督教国家 是因为我知道南美 南美 嗯 比较信教 所以我想OK 可能南美的文化受西班牙的影响 所以我猜他们差不多 OK 嗯 对 但是我觉得我的印象是南美比西班牙更 有更浓厚的这个宗教 嗯嗯嗯 对 所以一共问了肃清五题 一二三四五 错了四题 肃清 OK 但是大家不要担心 因为我也给志飞准备了很多关于澳大利亚的问题 嗯 我们看看志飞知道多少 你们可以看一下志飞有多么无知 好 好的 所以今天的视频到这里 下次见 拜拜 拜拜